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大家互相勉励 互相鼓励 在中国文化传承的领域当中有这么个说法 伦理 道德 因果 是安定人心 祥和社会的根本之间 以及重要的知识 生命的领域全赖于上面所讲的伦理 道德 因果来维持 自国以来就是代代传承 尼久尼顾 是精神领域 安稳前进的依托处 那么在中国文化历史的传承中可以证实出来 那么自从国陀出现世间 在菩提树下 悟道成佛 又把世间的伦理 道德 因果 又把世间的伦理 道德 因果去接规 在佛法中所谓的四圣地啊 十二因缘啊 三十七道品啊 还有菩萨的六度万恨 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的佛谷功德 那么在这些佛法的明像中有详细的说明 那么佛陀跨度众生的因缘已经圆满了 因此呢 佛陀就灭度入波涅槃 佛陀啊 虽然入波涅槃 但是佛在世间所说的教法 理论 事实 却被弟子们劫起起来 因此 佛法才能够留存在世间 继续 化导众生 因此 众生在佛入灭之后 才有那一个因缘 去接触到佛 佛在世间化度时 所说的一切佛法 那么 也可以在深入的说明 佛虽然灭度 而经典啊 就代理佛陀 继续演说教法 转大法轮 化导众生 令其得度 而在世俗 世间法中有这么个说法 书籍是增加知识 促进思想 启迪智慧之最佳文化传承 那么 书籍也是传播的工具 任何书籍 尤其是古典旌旗 它能不能够传之久远 全观其是否适合时代的需求 是否为人们所接受的吸收 以纵实其存在的价值 从中我们可以知道 十不分古今 地不分中外 人类求知欲 以可目高度文化之追寻 并无受时间 空间 空间 地域之影响 而有所差异 可是 我们以如实正观 那么来辨别 一切文化一切文化一切知识 越是向后累积 人们对一切事物之见解 会越是趋于错综的复杂 而且变化莫测 尤其现前时代传播媒体 电脑网络更是四通八达 人们因为心中吸收得太广大 太庞杂 而各有所偏 各有所取 佛教 讲说 论音 说音 说元起 孔子说 知迹其身夫 在《易经》的《易传》里面说 即者动之为 即者先见之 故君子见机无作 不是中物 所以 中国文化的大学 这一本书当中 立定了 格物能自知 自知在格物 不格而自知恢复 佛法中说 得智慧明 灭诸痴暗 稀能明照一切佛法 说明啊 一个人一旦得了智慧以后啊 他的心中所有的无名迷惑啊 就会被智慧来消灭 来消除 那么这样一来啊 他就能够啊 明白地照了佛 一切佛法的真实意 太虚大师 有一句强而有力的法语 开始这么说 开始这么说 总概括 四肩法 出四肩法 为佛成佛后所证据 而仁臣即佛臣 那么这一句啊 是说明四家火头 在印度出现而八项成道的真实意愿 真实地去成就活果的 成就活果的人间事实啊 而在人间成佛 那么这种是曾经出现过的 而人间成佛的世尊 而人间成佛的世尊 那么降生在人道当中 世生人道 是要启花众生告诉人类 那么人是道气 人有头脑 可以思维佛法而获得佛法的证件 人有六根 可以修学佛法 离过程的文师修正一些佛法 所以我们当一个人 依佛法上讲 你是善与业的一员所召感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 以此一员 因为我们认真在修行佛法 依教奉行佛法 而获得最后的转凡成圣 而成就佛果 因为佛法以世间法不一样的性质 就是佛法它是所谓的圣法 圣人的圣法 法门的法 加使您能够依教奉行 就会获得转凡成圣的道果 是真实不虚的 那么 《华恩经》里面讲 于始见真实 不始见不始 如是究竟节 事故名为佛 因此 成佛之后啊 就能够正确地演说正法 引导众生去修学成佛 有一句话这么说 世间法里面有佛法 众生才不会一直迷惑下去 那么又说佛法实时现前 烦恼层层解脱 这是佛法利益世间的实质因缘 那么 所以 我们对佛果啊 应该这样的认识 佛果是一切烦恼障 一切所知障的究竟出面 所以 凡事真实不虚 凡而如是 真实如是的因缘 事理 方能立法 以垂后世 而为千古之常经 佛教中说明 佛教中说明 经典具足了四种真实意在里面 哪四种呢 所谓灌色常法 灌折 灌折 贯穿 一礼 色者 色受根基 藏者 三世不义 法者 释放尊诡 有这些因缘条件的具足 才可以说 方能立法 以垂后世 因为 他是真实不虚 而为千古之常经 那么 才能因应时代思潮 调整 与何以 便通求心 应激思教 使令人们借之以为 安身立命 从得向道 得佛人生的真意 由此 以尽祥和 以尽利乐 以达安无碍的人生境界 《金刚经》里面 有这样的经文 一切法皆是佛法 那么 依此之鉴呢 乃能 正法入心 心入正法 圆荣无碍 浩然大君 总色教法 所谓 自作佛法 和道祭天下 引导众生 引导众生 依教奉行 而永不迷惑 佛教之中 有这么个说法 有这么个说法 以法能够生结 生能够传法 传法 有两种 以法当事 一则说法 辅思 以生结 二则修法 以入行而获得转凡 成圣的道果 三宝门中有这样的功德利益 普渡众生 因此三宝可作为众生永远的皈依是无遗的 《华严经》里面有这样的具奏 八万四千诸法门 诸佛以此度众生 提议如其差别法随事所移而化度 在佛门中随即应教 有各宗各派的善巧人员 引导众生修行法门 那么在法门的修行中 一切都要有愿力 有愿力的人才愿意来修学佛法 愿意来吃苦 愿意来转凡成圣 愿意来法门无量誓愿行 因为有愿的关系 所以你道业 必然能够如法的成就 那么法门无量誓愿行 学通法门以普度众生 是菩萨道应有的行持 所以我们学通法门 以普度众生通便达用 那么日心又心 前后无碍 那么能够 食指启花既往开来 便通事宜合乎时代 就是我们于现前时代 弘法立身 所必须要通达佛法 那么善巧方便随机示教 所需要的条件预言 那么我们修学佛法 一定要有个终止目的 那么宗旨的目的 有宗旨有目的 我们守走的方向 才不会迷失 才能够有重心 如同不倒翁一样 任何的境界都推不倒他 因此我们如果受过菩萨界的人 在菩萨界的人里面说 菩萨所应做应当赐地学 那么这也说明我们修学佛法 必须要从根本的基础来建立 而佛法化度众生 它是以三无肉血为根本 而且根本中的根本就是戒律 那我们如果能够把戒律 持得圆满 必然能够重定花卉 必然能够重戒生定 重定花卉 那么以正的道果 所以今天在这边讲举句佛法 和大家互相鼓励 最后依私意幻天所问经 受不退转天子 这一品里面 那么世尊有说一个巨颂 作为总结 那么这个巨颂非常重要 那它的巨颂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若人发心愿作佛 事则恭敬供养我 余诸去来献在佛 一皆恭敬供养你 那么 世尊的这个巨颂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叫我们 首先要有这个大愿 那么这个大愿 他把它提到最究竟的愿 就是发成佛之愿 那么这个大愿 一发出来以后啊 就能够总设三藏十二部教法 八万世间法障 因此你有这个愿力 四宏四宴也能够具足的成就 那学佛主要是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我们把真实义已经抓到了 真实义就是一切教法 最后就要普度一切众生 皆得佛果 因此 在这一年的开始 我们互相鼓励 缘起道心 那么继继继续去成就自己成佛的道理 那我们啊 将会在一这一身当中 继续了无量无边的成佛功德 那等你啊 一切功德圆满无上菩提的究竟佛果 你就记住获得了 到此 我已经说完 公众诸位 心灵快乐 如意吉祥 一切顺利 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散毒再进化 毒品新增人口下降 只是第一步 我们更要支持戒毒者 当他们失去接纳支持 毒品可能又趁虚而入 政府提出再犯防止推进计划 减少毒品带来伤害 更需要用友善接纳关怀 支持戒毒者回归正常生活 桃园佛教联社 2023年 举办第六届短期出家戒会 日期7月3日 星期一至7月9日 星期日 报名日期 即日期至6月15日 额满截止 报名资格 正信正见之三宝弟子 愿意发新学习僧团生活 身心健全者 恰询电话 03-339-7021 03-339-7021 南无无量寿 持长寿宝瓶如来 种种无贪莲花眼如来 南无无量寿 持长寿宝瓶如来 种种无贪莲花眼如来 南无无量寿 南无无量寿 持长寿宝瓶如来 种种无贪莲花眼如来 念诵一遍 能消除一切恨死之音 往生三十三天 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尽在生命殿